一场总统大选的殊死战 把马英九变成了职业学生与卖台贼 而谢长廷则成了所谓的叫比亚 这些话如果要听在最著名的女间谍 川岛方子耳朵里头 她肯定要笑了 大家几乎都听过川岛方子的名字 可是对于她的身世了解的并不多 她原来是一个大清皇朝的后代 满脑袋都是反民要父亲 就是她把民国政府给推翻 要恢复大清帝国的全球大梦 后来她投靠了日本 而且跟日本方面也有几番交手的经验 最后她被民国政府在1945年抗战之后 当街枪毙了 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真正的女间谍 秦城枪响川岛方子结束了传奇一生 她是八年抗战最神秘最有本事的女间谍 川岛方子本名爱心觉罗贤子 是满清肃亲王的十四哥哥 殉帝土医的堂妹 五岁王国六岁就被送到日本当养女 一个小女孩扛着老爸反民父亲的春秋大梦 方子在日本女校 骑马练柔道 开枪开飞机 那可比男人还要本事 她上学的时候都是骑马去上学 这匹马就一致可以绷到教室里边去 搞得所有的日本女生一片惊叫 十六岁那年 是川岛方子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 她的生父肃亲王在吕顺病故 她被养父川岛浪肃强暴 并且从女子学校退了学 川岛方子断把明治 还学会所有007的功夫 她嫁给蒙古王子 希望夫妻联手 匡妇大清 满蒙独立 没想到老公是个别搅货 她只好投靠日本人当特务 当时关东军想干掉东北王张作霖 川岛方子求见少帅 张学良只派了副官敷衍他 没想到副官好色 两碗糜汤就昏头转向 主子的行程全卸了底 民国17年6月4号清晨 张作霖搭火车逃回沈阳 经过黄沽屯的铁桥边 东北王死得不明不白 邦子一炮而红转战上海 民国21年128事变 日军出兵被打得落花流水 传导邦子再度使出美人计 拿到19陆军的部署图 5万国军俯背受敌 被迫撤出上海 同一天满洲独立 溥仪登基 川岛方子成了开国功臣 安国军的总司令 川岛方子一心恢复大清盛事 日本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派人放黑枪 还软禁川岛解散安国军 抗战胜利 川岛在北平被抓 被控叛国 枪毙谢罪 一枪没有 板击没扣响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事情 第一枪没扣响 然后掉下 子弹从后老进前老出 前面是血肉模仿 出军以后 一个小时就排到监狱以外 这个向公共展示 满清格格日本特务 中国汉奸多悬呢 不过比起来川岛方子 比王家之成功多了